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今天当我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洗浊热 或者英文我们叫做Mondi Thursday 在这一天我们纪念主耶稣为门徒洗脚 然后设立圣餐 其实在过后耶稣在克西玛里园祷告就被抓了 在那十多个小时里面就会被钉十字架 因此星期四晚上的这一个洗浊热的时间 跟耶稣受难的时间其实不相差一天 只相差那十多个小时 这个是非常靠近主耶稣受难的一个时期 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13章 特别在这段经文当中 谈到耶稣为门徒洗脚 而这一个记载也是约翰独有的一段的记载 在同样的经文的后半段 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31到35节 在那个段落当中 主耶稣就吩咐门徒有一个新的命令 要他们彼此相爱 主耶稣怎么样的爱他们 他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其实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条的命令 这条命令其实一点都不新 主耶稣在这里说给一条新的命令 但是这个新到底新在哪里呢 其实当我们读纪约圣经 我们知道这在摩西的律法就曾经出现过 要爱人如己 要彼此相爱 所以这条的命令之所以是新的 不是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 而是主耶稣在这里 为门徒放下了一个新的标准 我怎么样的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 当时候门徒还不知道主耶稣怎么样爱他们 但是当时候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以身作则做了一个示范 就是在前面的经文 他为门徒洗脚 当主耶稣以一个老师的身份 或者今天从我们的眼光 是上帝儿子的身份 来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 他说 他们这一个大的要服事小的 如果连主耶稣也这样子来去为门徒洗脚 你们应当要彼此的洗脚 这在第14节 因为主耶稣就为门徒做了这个榜样 兄姐妹 我们有些时候很浪漫的去想象 说门徒应该是很受教的 他们应该明白 这就是耶稣给他们的爱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阅读路加福音 同读这个记载的时候 虽然在约翰福音第13章 没有记载耶稣设立圣餐 但是那一个的上下文 以及那个时间点 我们可以很蛮确定 这就是那一个圣餐的时刻 因为在那段新闻过后 主耶稣就预言说 彼得会不认主 而且在接下来 主耶稣也很快就被抓了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敲 按照经文的时间点 来去做铺排的时候 这一个的夜晚 也是为门徒洗脚的夜晚 也是 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个时刻 但是当我们读 路加福音 这个平行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就是当耶稣设立圣餐过后 门徒仍然在他们当中 争到底谁为大 如果这一个的经文的建构 这个的时间是准确的话 换句话说 当耶稣来到吃圣 这个设立吃晚餐的时候 已经先为门徒洗脚 然后吃过一顿饭 耶稣还给了教导 要彼此相爱等等 门徒还在那一边 来去争论谁为大 我会这样子想 耶稣为门徒洗脚 然后设立圣餐 犹大就离开 犹大离开过后 门徒们就又再次 争到底谁为大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其实主耶稣要再次 不断一而再再三的 来去提醒门徒 弟兄姐妹 我想这是第一样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更多去反省我们自己的 我们今天不是不明白神的话语 而是常常我们 知意难行 我们很容易明白 但是我们却很难醒出来 这是人的罪性 这是人的软弱 我们会忘记神的吩咐 我们会刚刚 我们就像门徒一样 吃了一顿饭 就忘记了主耶稣前面 为门徒洗脚的那种的榜样 我们需要常常被 上帝的话语来提醒 难怪主耶稣说 祂要赐下圣灵 圣灵与我们同在 永远与我们同在 要帮助我们去回想 祂曾经教导 吩咐我们的话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 从神的话语 在敬拜当中 我们要常常被主来提醒 这是第一样 我们太软弱 第二样 主要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彼此相爱 若没有洗脚 为那一个的放下舍己的榜样 在彼此相爱之前 我们没有放下自己 彼此相爱的命令之前 若没有洗脚的这一个动作 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很难做到彼此相爱 因为主耶稣是说 像祂爱我们那样 我们彼此相爱 像主耶稣那样舍己的爱 弟兄姐妹 很难做到 如果也没有洗脚 没有谦卑 没有放下自己 没有愿意成为别人仆人的心智 其实我们都很难做到彼此相爱 我们的爱常常是充满条件 我们的爱甚至有时候是去让对方符合我们对爱的标准跟要求 弟兄姐妹 我们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彼此相爱 真正的爱就是愿意成全对方 愿意按对方的需要来供应来满足对方 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那段经文说 爱是长久忍耐 爱是要忍耐 因为爱要付出 爱之前需要洗脚 因为爱需要舍己 第一样 看下我们说到 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 第二样 我们需要先谦卑我们 放下我们自己 好像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榜样一样 放下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可以学习主的样式 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去与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家人 我们教会的同工 这一个认识主的人 与他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 弟兄姐妹 这是值得的 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呢 主耶稣说 当我们像他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的时候 人就会认得出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是一种的见证 这在见证上帝的爱 这在见证上帝 透过主耶稣拯救了我们 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甚至可以舍己的相爱 求神帮助我们 愿圣灵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 把基督的爱不断地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能够体会基督爱我们 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在这一个时刻 我们思想 主耶稣 他怎么样的为我们摆上自己 主啊 主耶稣成为榜样 帮助我们 也能够效法主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们 能够与 你所给予我们的 这些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人 与他们 在你的爱里面来生活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